前面我们看到两个线性转换可以组合起来 基本上你先去找到他们各自的矩阵运算 组合起来就是你把两个矩阵相乘 所以非常简单 这边我另外要讲 如果有个线性转换 它有逆转换 基本上它就可以用原本你找到矩阵的反矩阵的运算 但是反矩阵运算我们一般讲一般是正方形矩阵 所以应该是在相同维度空间的一个转换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Theorem 它说假设T是一个线性转换 它是从大V相乱空间进到大W相乱空间 它们都是N维度的相乱空间 假设大B跟大C是它们两个的基底 接下来有一个T转换 我们说如果T转换是可以找到可逆转换 如果它可逆的话它必须要满足 If and only for the matrix 就是你把转换从B基底进到C基底 然后写成这个矩阵的形式 写成矩阵形式之后 你发现这个矩阵是可以找到反矩阵 It's Invertible 如果说我把它写成矩阵 然后这个矩阵可以找到反矩阵 那我就保证我原本的这个线性转换是可逆的转换 好那另外这个矩阵的形式长什么样 它说其实就是你把原本的从B基底到C基底 然后已经特别为T转换找到了这个A矩阵 然后A矩阵的负一次方就是这样 就是反过来T负一次方 然后从C基底到B基底的什么的这个矩阵 所以很简单你就是找这个反矩阵而已 好我们来看这个example 这是比较简单 只有二度空间的一个转换 所以它运算上比较简 计算上比较简单 好所以它假设一个线性转换T 从二度时空间到P1 然后定义成 这T of A B 然后变成A加上A加BX 那你要怎样 它告诉你说这是1 to 1 and on 2 然后你要去找一下 找一下它的这个逆转换是长什么样子 好那我们已经学会了矩阵运算 所以我们就先去找矩阵 那找矩阵的话 我们之前的做法就是先定义好基底 所以B基底就是什么 就是传统的这个坐标向量的概念 所以01 é 0 0 1就是这样 就是X项量 Y项量 X单位项量 Y单位项量 然后这个C基底就是什么 就是多项式 它的标准的这个基底是EX 那你把这EX也表示成这个 X单位项量 Y单位项量 所以这只是一个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什么大S转换跟大R转换的概念 就是你把它原本的什么 广义的限量空间变成一个坐标值 好那下一步我就可以什么 可以去找到这个A A矩阵 那A矩阵是怎么找 其实我们就是把 把E0 带进去得到什么 得到的这个 这个A等E嘛 所以答案是E加X 那E加X有什么 就是换成这个C C基底来表示 它叫什么 它就是E1 OK 那再来呢 你再把01 01一样 就是A 你进到左边这个式子 它告诉你说 A等于0 B等于1 A等于0 B等于1的话 就得到什么 得到X 然后得到这X呢 你换成什么 换成这个C基底 所以它就代表什么 代表01 它是0 0乘上1 加上1乘上X 所以01 所以就得到01 所以就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这个 A A矩阵 那 A矩阵找到以后 因为 你在算那个矩阵的反矩阵 在2乘2矩阵里面还有公式 所以你马上可以算出A的-1次方 因为它的Determinant刚好等于1 所以你除以1就不用除 另外它的反矩阵的运算就是把对角线上两个互换 那互换答案也是一样 另外非对角线上乘上-1 所以这变成-1 OK 所以你就找到A-1次方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转换 心理转换是这样 是可逆的 可逆转换 那可逆转换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去 把 可以去验证一下 假设原本我是在 C基底底下是这样 是 A A加BX是 表示成A跟B 以C基底来表示是AB 这时候我把它乘上 反矩阵A-1次方 一乘就得到 得到A跟-A加B 那这时候是B基底 你可以再去验证一下 你把A跟-A加B带进去 确实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得到最后的A加BX 所以你可以最后再验证一下 你如果最后把运算出来的A跟-A加B 然后去做T转换 把它带回原本的转换 因为它出来就是A加A加BX 那A是这个A OK 再加上A加B A加B A再加上-A 再加上B 乘上X 所以最后确实是这样 回到了A加上BX A确实就是什么 就是你原本的这个 这个 这个A加BX 所以代表它确实是一个逆转换 OK 所以代表它确实是一个逆转换 这个Differential Operator 然后呢它怎样 它是运作在 主要是运作在下面三个这个函数 1的3的X十方 X1的3的X十方 X平方 1的3的X十方 那我们前面也讲过 主要是你这种运算 运算完以后 你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相同的这些函数 那就是向量空间的概念 那这时候呢你就有机会这样 用线性转换来表示它 那这个前面大家有算过什么 算过它的D 就是微分的运算 那我们在 现在学的是什么 学说两个线性转换可以讲 可以做组合嘛 然后此外呢你可以讲 用做组合的概念 你可以找到所谓的逆转换 那 如果你这些转换都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那逆转换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用这个反矩阵来来计算 所以 你看它说 It's Invertible 它可以 可以讲 可以找到这个逆转换 那 And use this fact to find 这个积分 integration of x 平方 x 平方 x 平方 就是你用这个 可以找到反矩阵可以 可以逆转换的这个 关系式 然后你可以讲 做这个积分的运算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矩阵来算积分 好 那一开始我们先把我们前面那些 基本的概念把它写下来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B 基底 会有一个C基底 那B基底就是在大V相当空间 C基底是在大W相当空间 那 因为 这时候 它其实 运算完都是回到同样这个 这个空间 所以 实际上B基底就等于C基底 然后我们列到右上角 就等于1的3x x1的3x x1的3x x平方1的3x 那这个 这些函数 这些这个函数形式 实际上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线性独立的 这个在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去 确认它 比如说用Round Skin的一个计算方式 好 那接下来呢 你要讲 你要找说这个 线性转换D 也就是微分 微分的这个运作之后 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矩阵嘛 那时候我们就说 那你就直接把你的函数微分 微分完以后 你这样用C基底来表示 那C基底就跟B基底一样 好 所以我们一微分 变成3 1的3x 那这1的3x 就代表100 所以就是3 乘上100 然后再来 第二个微分是 得到1的3x 那就是代表100 然后3 x1的3x 那x1的3x 你看这个是第二个 所以就代表010 所以就是 100加上3倍的010 那再来是x平方1的3x的微分 那微分以后就得到 2倍的x1的3 那这个就代表010 然后3倍的x平方 这个代表001 x平方1的3x OK 好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写下这个 A矩正了 所以A矩正就是 啊 就是 一开始 100 然后其他是没有嘛 所以这个 这个系数就是3 就是3 然后0 0 所以你就写下来就是300 然后再来 这个第二栏就是 就是 1 3 然后再来就是0 所以你就写下130 再来第三栏 第三栏它缺100 所以这边有一个 0倍的100 然后23 所以就023就写下来 好 那找到这个A矩正以后 它什么?它其实是微分的计算 那我想要 反过来算积分的计算 所以就去找什么? 找A的负一次方 那A负一次方 这边我们就没有 再带大家去算 你就 很简单 就把A矩正跟identity矩正放在一起 然后去把A矩正变成identity 那 identity矩正就变成A的负一次方 所以你就找到这A负一次方 好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我们是要DEMO 它的什么? 它的积分的计算 可以用矩正计算 所以下一步 我们就把什么? 把积分 x平方 1的3x 这个要换成矩正概念 这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你的 100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 就是说 它的 这时候的100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这个 1的3x 010 就代表这个 x1的3x 然后最后001 就代表什么? x平方 1的3x ok 好 所以它是x平方1的3x 那就怎样 就是001 所以这边写001 然后它要做积分运算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钩维分运算的 什么的这个 逆转换 那也就是我找反矩正 a-1次方 去乘 那一乘就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 这column vector 2分2 2分9分2 3分1 那2分2就对应了什么? 对应了1的3x次方 这边就对应到1的3x 然后第二个就对应到什么? x1的3x 然后再来第三个对应到什么? x平方1的3x 所以你就把它细数乘上 这些函数 你就找到了 这个 2分2 1的3x 减9分2 x1的3x 加1分3 倍的x平方1的3x 所以你看到非常 这个好的这个 这个 而且很快速很简单的这个 运算方式 你可以 可以 得到这个积分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前面有学到线性转换 在广应向量空间里面的线性转换 我们可以用这个 矩阵来表示 你如果把广应向量空间写成坐标 那你这个线性转换就可以写成矩阵 那我们前面也告诉你说 这个 广应向量空间也可以换基底 那如果一换基底的时候 你这个矩阵就会怎样 就会不一样的表示方式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这个 Change of Basis and Similarity 就是换基底 然后怎么样把线性转换 用新的基底来描述它 我们来看这个Theorem 它说 假设大V是一个有线维度的相当空间 它有两个基底是B跟C 那我们假设一个转换 从大V相当空间回到大V相当空间 那这时候它的线性转换 如果用矩阵表示 然后再加换基底就会这样 就会满足下面这个式子 那下面这个式子 其实解读上很简单 就是说有以C为基底 来表示这性转换的一个矩阵 然后它的左边右边要乘上什么 左边要乘上P C图B 右边要乘上P B图C 那你的记忆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反正你把这个 坐标转换 这个B图C或C图B 那你记得在写的时候 你要讲你要把它的什么 C都写在内侧 靠近你的这个 原本的C基底 原本是用C基底写的这个矩阵嘛 所以你的内侧就都是C 所以你的左边变成P C图B 右边变成P B图C 我们来看这个图形的表示方式 就是说 我们的下弹空间 大V下弹空间 它怎样 它可以用基底C 所以上面是用C表示 下面是用基底B来表示 那它们B跟C之间会有什么 会有一个转换的矩阵 P B图C P C图B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写这个 这个转换的矩阵 好 那现在假设已经知道了什么 已经知道的是这个 啊 以C基底来表示这个 这个先进转换的时候 它的矩阵长什么样子 假设这个A矩阵 我们之前讲的A矩阵 那现在我想要 算的是说 那我如果换基底变成B基底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表示它 所以现在一开始在这个什么 B基底来表示的时候 你有一个向量 比如说有一个V向量 然后你以B基底来表示 那这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 你要先把这个V向量 以B基底表示 先转换到什么 转换到C基底表示 所以你应该要先乘上一个P 什么就是B图C ok 然后再来呢 你就可以做线性转换 所以先转换已经找到它的矩阵 以C为基底表示的矩阵 然后再来 你要怎样 你要回到这个B基底 所以你要再乘上 乘上P 这个回到B 所以C to B 好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就等效还是什么 等效你找到了这个 先进转换以B基底来表示 所以你 你最后就得到说这个 以B基底表示呢 它就等于 以C基底表示 然后左边乘上P C to B 右边乘上P B to C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公式 那 记忆的方式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反正你 你如果是 中间这个 这个矩阵是C基底的话 那左边右边 乘上的这个转换矩阵 它的C 就要靠近这个中间 好 我们来看这个Example 它说假设有一个 线性转换 从二维时空间 到二维时空间 它被定义成 把 X跟Y 这两个分量 转换过以后 变成是X加3Y X分量变X加3Y Y分量变2X加2Y 那这其实是很常常看到这个坐标的一个转换 它说 If possible find the basis C for R2 such that the matrix of T with respect to C is diagonal 那这就是一个对角化的概念 就是你先找到一个矩阵 那接下来要对角化 那你就会有一个换坐标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会 从原本的标准的坐标 换到什么 换到对角化以后的坐标 好 所以我们先把这线性转换写成矩阵的形式 那写成矩阵形式 我们前面有学过 就是说 你可以把什么 把 这个原本的基底是1001 所以你可以一个一个做线性转换 你可以先把 E0 做转换 对不对 然后转换以后它变成一个Column Vector 是什么 E0变成一个E2 X等于E Y等于0 带去答案是E2 然后呢 你再把什么 再把第二个 这个 Basis 做线性转换 01 转换过去变成 3跟2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这线性转换的矩阵A了 它的 第一个Column Vector就是12 第二Column Vector就是32 好 那下一步 它是说 那你怎么样换基底以后 把这A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对角化的矩阵 那这就是我们前面所写 所学的嘛 现行代数 我们一开始就在学这个对角化 所以呢 你要怎么找到对角化 你就找什么 找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所以我们先把它 把它 把它 写成A-Nanda A-Nanda A-Nanda 是未知数 然后就算什么 算它的Determinant 等于0 那这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 Ca-Nanda 平方-3 被Nanda-4 等于0 所以我就可以求出 eigenvalue 跟 eigenvector 所以第一个 eigenvalue 就是-1 然后它的 eigenvector 就是3-4 那第二个 eigenvalue 就是什么 就是4 然后它的 eigenvector 就是1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说 我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原本 以这个 1基底所表示的 这个矩阵 就是 就是我刚刚写出来的 A 也就是 1 2 3 2 这个就是 1 2 3 2 那 我 我之前学过所谓的对角化 对角化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 eigenvalue eigenvector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之前在 在讲对角化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式子就是什么 就是 eigenvector 就组成这个P 对不对 组成P矩阵 它一个P1 P2 每一个 column vector都是这个 eigenvector 然后你把 A 作用在什么 作用在这个 啊 eigenvector 所组成 矩阵以后 就会变成是 这个 P乘上D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式子 好 所以呢 它的什么 它的对角化概念就变成 变成把左边 这两个 等号左边右边都要 都要把他们的左边乘上P的负义 所以你就得到什么 得到P的负义 然后A 然后再乘上P 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D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对角化的一个概念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 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矩阵转换 把它用下标写出来 也就是说你原本的这个 这个坐标是用 这个大一基底 那你现在转换成什么 对角化的这个 啊 基底是C 用刚题目上告诉你说 你转成C基底以后 是对角化 好 那原本的矩阵就是A 那所以呢 你基本上你的对角化 就是你把从前的公式带出来 就是你最后对角化以后呢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你的 以C基底为表示的时候 你是D 所以这个 变成D等于什么 等于P的负一 AP 所以就 告诉你说 跟我们现在所要讲的这个 换基底 然后呢 然后矩阵转换 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再什么 再进一步去 把这个讯息把它写清楚 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怎样 是C C 基底来表示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的P-1 P-1 然后 这个 乘上这个T 1基底来表示 那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P 那你的这个P 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 它的转换 它的转换是从 这个 C到E 那你的P-1 才是怎样 才是从 E到C OK 所以 可能会有点confused 就是说 我们从前在讲的这个P 我们从前讲的 eigenvector所组成的这个矩阵P 它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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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我们一开始 要把 E基底 转成 C基底的矩阵 一开始 要把E基底 转成C基底的矩阵 实际上 应该什么 应该是这个P的负一值 就是 反矩阵 好 所以 弄清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得到就是 我们的什么 的 eigenvector 就是组成这个C基底 所以 eigenvector 我们刚刚算出来 一个3-2 一个1 但是呢 不要弄错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 从标准 标准坐标 E基底 然后转换成C基底 它实际上它的矩阵是P-1 它不是P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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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